你刚刚讲那个状况 我觉得很常见 在今天我们国家 就是很多年轻人 他从小到大都没有一刻 觉得是自己是为自己活 自己是在为自己负责任 所以我们如果说一个 就你那个朋友的孩子 他说他是为了要圆父母的梦 才训练这个书 或者那个博士生 一样 我觉得是一样的 这个你说真的能够完全怪他们吗 我觉得也很难讲 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责任感 责任感是什么东西 责任是要自己替自己负责 你才一开始有责任感 当你从小到大 你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别人指定你 你为了要达成一个一个 别人设定的目标而去做 你从来不被鼓励 发展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责任 所以就变成说 中国的现在教育 就只有一个单因的价值 他不鼓励你多元的一些方向 我只有我们已经叫五欲中的治愈 就只有学科成级好 我才会在这社会上被认可 而且被认可很重要 变成是这样 所以才有红领巾绿领巾 我要别人觉得我好 妈妈才会觉得我好 那或者老师才会觉得我好 同学觉得我好 我好像才知道我会好 我不会自己觉得说 我今天做成了一件事情 我的成就感来自于我自己的肯定 或别人 就是说你很在乎外界的眼光 那这是很可怕 但是我们跟美国 美人不都是这样吗 不是 我是岔开 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人性 就是说 我们人都是要靠别人 才能肯定自己 但教育不应该教育你这样的功能 没错 我觉得两个都对 就是人的确是要活在他人的认同之中的 把他人的眼睛当镜子来照自己 这是一定要的 但是问题是 这里面你的自主性从哪里来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 因为美国是另一个极端 美国教育这几年也很糟糕 其实被人骂 为什么 他们进入一个mini generation之后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 任何一个年轻人会说 我要有我的主张 特别自我 对我要有我的想法 我要有我的发展 我要我的道路 那这个我我我 我到最后呢 就是他可以完全不管别的人 对他的看法印象 乃至于很多人诟病 美国的这个学术成绩啊 就中学生的这个考试成绩 各方面数据不断在下降 或者不断的被亚洲 或者别的国家超过 跟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两边正好是处在两个极端 他们是过度自我 但是过度自我 其实也就是没有自我 因为当你一个人 你一天到晚说我要自我 我要自我 但那个自我是什么 那个内涵是什么 你只剩下一个形式的选择 比如说这是我的选择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当你在追问他 那你为什么爱这个 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选择 对你来讲这么重要 你可能是没有内容的 那中国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起话来 大家都是有内容的 我要这么做 这么做 这么做是很好 那这个是你选的吗 不是 是是是 就像运动员 不也是这样 对啊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个 那个谁 芭蕾舞团的那个赵汝恒 现在还是团长 还已经不是团长 我忘记了 就是中国芭蕾舞团 他在一个瑞士在哪 参加一个国际的芭蕾舞比赛 好像做评委 最后呢 他就发表评论 他就说啊 他说我就发现呢 我们中国来的孩子 这个芭蕾舞演员呢 这个基本功 这个体能 这个动作 那都是一流的 甚至比外国孩子都强 他说但是就在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说人家外国孩子来参加这个芭蕾舞的 自愈性强 我们的这个芭蕾舞演员呢 自愈性不够 什么叫自愈性 就自个儿美啊 觉得快乐 就对自己享受自己这个舞蹈 这个这个动作 你看得出他爱自己 跳得漂亮 这个我们没有 对吧 因为我们是从小看你这块材料 是个芭蕾舞的材料 喜欢不喜欢就苦练 是吧就是这样才能成就 其实艺术都是这样 艺术跟技术的区别之一就在这里嘛 我记得我刚刚上礼拜看了一个访问 很有意思是英国那个金融时报 访问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大钢琴家 叫内田光子 他是日裔的一个一个大钢琴家 里面谈到了朗朗 他讲什么 因为那个记者说你是亚洲 被认为是亚洲人之中钢琴最好的一个大师 你怎么看现在红起来像朗朗这样 他说我们现在还是别谈朗朗吧 现在谈他太早了 如果过了十年之后 大家可能不记得他了 那就算了 如果过了十年之后 大家还还在讨论他 那我就会跟朗朗说 well done well done 做得不错 做得不错 为什么因为他提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中国现在出的一批这种音乐神童 都是技术上绝对满分 绝对合格 但常常被外国的乐评家 或者是资深的乐迷批评 为什么就没有音乐性 那个音乐性是来自于 粗俗点讲就是内涵 那那个内涵来自什么 就是你有多喜欢这个东西 你小时候对他的感受是怎么样 你跟这个东西的关系是亲不亲密 这些东西是能够听得出来的 所以可能他们在弹钢琴过程中 可能中国的钢琴家可以弹出这个节拍器 他们每一个哒哒哒的事情 他这个每一个节拍落的是对的 但是一个巴哈的曲子 你永远五个人弹应该有五种看法 但是可能中国五个音乐家弹的是一种看法 就会有这种 又听关于音乐的见解 我都听不懂 才女才女 江江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人生有很多目的地 每一次出发都是新银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方能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并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他们找到一个证据 说明1947年的时候 大学生比今天有独立见解 和维持见解的能力都高多了 我就给你看这个照片 他们找到的这个证据 这个真是非常汉人的这个事情 1947年 因为教育经费删减 上海交大3000学生 要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上访 是吧 进入北站 所有列车停开 不卖票 学生在厂房 找到一个车头 和27节车厢 由机械工程系 自行组装 并且开出车站 政府大惊 拆掉一段铁路 土木工程系的学生 利用路边的工具材料 重新铺好 政府又拆一段 并收走材料 学生拆掉火车 后段铁路 补钱段 开到南京 但是这里面 我觉得重点 难道不是那时候的政府吗 所以他阻止 这把学生上访的方法 是去拆铁路 所以还不错 他没有抓人 就是他 他是用一种比较软性的抵抗 国民党就会完蛋 对吧 就是你们这么高 1947年 那是民国38年 还是民国教育 那这个比较厉害 那就是完蛋吧 你说还真的是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 咱们就说这个成功 我是不是因为从小我们就被这个分波划分 咱们今天从这个领金不就能看得出来吗 从小他是一个标准 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可以是少年先锋 我甚至觉得我就大不敬 我也是少年先锋队员 对吧 但是我甚至觉得少年先锋 那这意思后进怎么办 这个少年里头有一部分叫先锋 那后锋 所以他们本来的意思是希望 是希望鼓励后锋也变先锋 就是看到前面有先锋 他希望跟着他的 那我问你 先锋是有一个目标的 你以什么为这个目标呢 没错 这就是重点 这就是这次的重点 这就是重点 就是中国这个先锋 已经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 但是问题是 今天你问了一些少年队的 前面是什么 买楼 对博士生来说 他说就是买楼 他们没有楼 这个先锋的实质内涵没有了 你怎么还叫先锋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 第一我们不多元 我们只有一条路 而这条路 这个路往何方 都是空的 那个内游是不见了的 那你们台湾路就多了 台湾现在鼓励 职工教育 他把就是说以前我们还有所谓的高职高中 那个学历是感觉差异等的 所以你念职业学校你出来好像觉得你的学历并没有高中生那么好 但他们现在让高职的这个学历的相等于高中的文凭 所以如果我今天去念职业学校我学的是汽车的修护 我觉得是美容美法 但我在社会上其实我是可以等于一个高中生的学历同样我可以赚到一样的钱 我不会因为有这个学历上的不平等而导致我出来的找工作的时候受到不平等待遇等等 所以他们尽量是在这个学历上让他们是一样的 你像咱们最近讲这个乔布斯咱们就发现说中国还那天我看一中国一个地方的什么事啊 说投资上千万对承批的培养乔布斯是的人才 我说这个思路本身就就有问题啊 乔布斯是的人才不是承批的 他就是一个 咱们就去缺乏对个人的尊重 不过也不能这么讲 那也是有一代一代人的 你发现乔布斯跟盖茨比尔盖茨他们那一代人出了不少人 就天才总是要扎堆的 很少一个是一个一个完全孤立的一个有才华的 只要时代自要英雄 就是说在那个氛围下面大家会 他们会有彼此竞争 但是他们要有足够的差异 还有你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 对啊就是这样 从来这种时候人才总是扎堆出现 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为什么会扎堆 什么样的环境会让他们扎堆出现 你就会发现通常几个要素 第一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大家都喜欢某样东西 大家都欣赏某样东西 第二就是一定要有很多的机会 第三一定要有一个很开放的空间 让他们每个人都尝试不同的路 摸着 因为路不明确嘛 没有人知道那个年代 你像看电脑刚刚开始 谁晓得什么叫家用电脑 没有人知道家用电脑会 那时候大家的梦想就是全世界大概几千部电脑就够了 你知道吗 在那个年代 你没有人知道前面路怎么走 所以大家就往各个不同的方向 你是这边 我是那边 是这么试出来的吗 而且呢 好像还不是说 马上建造效益 不会的 有些时候你就 我总觉得有时候你让他轻松一点 他对这个感兴趣 你看像小孩 像我哥哥他们那个小孩 小时候我觉得坐个飞机啊 或者自己装一个音响啊 那个兴趣是特别纯真的 我觉得那个兴趣啊 往往导致他真的创建 哪怕他未必读大学 但是咱们只要能够保有一个人呢 他可以陶醉在他自己的这个所好里 也没有受到谁的这个 说干涉打压 他最后你看乔布斯自己就这样 上学不高兴 不上了吗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经历是重要于学历 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每一个个体是去experience 就是你要去感受你的生活的过程 重过于达到那个结果 你说人生经历 我以为是体力经历 中国更重要的不是经历不是学历是关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